看左前方 民眾黨立委高鴻安 與前彰化縣長卓博元 兩人一同出席 自動心肺副書機捐贈儀式 不僅台上靠得近 台下卓博元 還充當高鴻安攝影師 兩人緊密互動 碰上國民黨主席 選戰起跑多了想像空間 其實我們的一些捐贈的儀式 其實早在這個國民黨主席選舉 很早就安排了 剛好我是代表的郭台銘創辦人 那卓董事也是在 消防發展機器會長期的努力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 也沒出席了 雖然兩人異口同聲 強調跟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無關 不過卓博元從登記以來 動作不斷 登記參選國民黨主席 當天更提出七個平反 第一個就是要替郭台銘發聲 要幫郭台銘董事長來平反 還他一個清白 卓縣長這邊好像沒有事先的 有跟這個主辦去知會說 同台的這件事情 一個是正在競選 國民黨主席的卓縣長 一個是民眾黨重點栽培的政治明日執行 高宏安高委員 那兩者在運用這樣的一個舞台上面來講 都可謂非常的充分 卓博元直接挑明著蔣似乎就是要積極爭取郭台銘的支持 而他登記時更請來網紅統神助陣吸眼球的動作 一波接著一波 接著抓緊高宏安 更創造郭台銘柯文哲支持的想像空間 有有見過那自己熟不熟 應該是只是認識國民黨的黨主席的選舉 我想我們是那是他們的家務 然後要超越前面的兩個現在居於領先地位的候選人 目前看不出來他能夠超車的實力 競爭黨會路上面對兩大強敵將啟成朱立倫 卓博元知名度不如兩人 但是接連製造話題已經成功跨出競選主席的地步 環宇新聞 洪世辰江柏伟 楊紫玉 台北 台中報導